当初陈基隆的地方 其实就是现在的 河滨岛的这个区域 它在同一个基地上是 堆叠了不同的历史的文化层 透过这一次考主的过程 真正的把它连接起来 经过两年的计划研究 田野调查脚本拟定 动画设计到初期拍摄后制剪辑 团队甚至跨海到菲律宾 西班牙拍摄取景 以电影规格制作的 小岛大历史纪录片 终于呈现在国人面前 不只是大基隆历史场景计划的成果展现 更补足了台湾历史 遗落的重要一块 我们发现到过去台湾所遗忘的一小段的历史 把南大远北基隆这一段 我们不曾过去中不曾记忆的那片段连接起来 这一些功劳呢我想都要多亏 所以我有一个以文化作为先行的市长 如果不是市长支持我们这样做 我想考古这件事在基隆其实很难完成 那在1624年的时候 其实荷兰人来到了台南 但是在1626年 其实西班牙人就已经到了基隆的社寮岛 也就是当初基隆就已经借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进入了所谓的大航海的一个时代 不过过去大家一般比较了解的是 古都台南的一个历史 不过却忽略了其实基隆在那个年代 是同等的一个重要 在华山的全国首映会上 包括前法务部长邱泰山等人都出席观赏 基隆市长林又昌强调 他基隆历史场景计划的成果 证明文化与都市发展不必然会产生冲突 其实文化跟历史跟都市的发展是密不可分 但是他并不是像冲突的 最重要是看主政者跟规划者 是怎么样来利用跟看待他 那我们基隆市其实这一次的考古发掘计划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这个是应该是全国唯一一个县市 主动而且有目的 有计划的进行考古发掘的行动 文化局方面表示首映会结束后 未来纪录片将在基隆市文化局 YouTube平台播放 希望透过纪录片带领大家看看 这座岛屿的故事 重新发现他的新风貌 敬而爱上这块土地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